南极英特尔A770的显卡 厂家来我这的时候沟通价格 他们满足不了我价格的要求 给我分析了芯片物料 包括16G的显存成本也很高 我说A770你需要16G显存干什么呢 这个单位的显卡 什么场景用得到16G显存 不是浪费吗 你干脆给我定制生产8G的版本 把价格给打下来 说不行 你必须有量我才能生产 否则是倒贴钱的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有低价我就有量 那就有今天这个显卡了 我们谈了一个低价 回去立刻就生产了 现在第一批货已经发过来了 显卡三个风扇颜值还可以 包括今天机箱颜值也还可以 配置如图 这个配置并不重要 只是用它来演示而已 会出不同配置的版本 CPU相对特别一点 i5 13490F 三级缓程稍微大一点点 它平常的价格比i5 12600KF要贵 但现在价格反而更便宜 因为12600KF涨上天了已经 13490F的功耗要低一些 所以对主板的供电的要求也会低一些 机箱体积很小 也是网孔侧板 不是玻璃侧板 板材也还可以 内存直接上的32G 就这个配置 上一个机械硬盘 就完全是一个很不错的 视频编辑的机器 比A770低一点点的A750 我们已经出过好几千套了 很多都是用来做视频编辑的 视频编辑对CPU的要求并不高 对显卡和内存的要求高 电脑显卡这方面是强项 价格兼容性都很好 机箱的ARGB光效 可以自己设置 也可以关掉 首先CPU i5 13490F和12600KF是一样的 六个大核四个小核 但是3G缓存要大一些是24M 显卡的核心处是2048 A750是1792 A580是1536 其实这三个显卡的性能 并没有核心规模差异那么大 并且不知道 英特怎么想的 这三个不同档次的显卡 显存位宽全都是一样的256位 今天这个显卡是8G的GD6的显存 CPU的跑分 23多核是16056 和这个CPU向对应的 AMD的5700X3D也是一个游戏CPU 但是多核跑分只有12000多 低25%低了一档 这个性能也体现在各种干活的用途上 单核的性能就差距更大了 23单核是1820这个CPU 但是5700X3D低了34.7% 只有1188 这个差距会体现在日常的办公和玩游戏上 这是内存和缓存正常表现 新版主打师的跑分总分是162万 13490F是66万 显卡A770是49万 老版主打师74万的总分 CPU19万 显卡44万 3DMark是显卡最重要的跑分 但是有一说一 英特尔显卡3DMark的跑分偏高 显卡的跑分是13397和4060Ti差不多 不表示实际游戏帧数差不多 因为英特尔还需要优化 7700XT彻底的高一档高28% 英特尔的A750低7.7% 实际游戏帧数也差不多是这个差异 6750GRE实际低15% 4060低17% 你们很熟悉的3060的12级低34% 打分其次我完全看不懂 你们和自己显卡对比一下 AI绘图没问题 但你们一定要装英特尔的工具 我借用的AMD的68秒完成 英特尔工具应该是一两秒钟 AMD的工具不同的模式 时间也不一样 这次32秒 简映4K60帧视频 完全凭显卡 CPU的占用很低 43秒完成速度没问题 我几种模式都试了一下 AV1更快一点 格式工厂转换视频 先用CPU最关键看下GPU加速以后的速度 CPU占用50%左右 显卡占用100%速度提高非常多 用CPU转换视频是131秒 用A770加速以后是36秒完成 这种效率完全两码式 而且它不会报错 烤机环境温度26.8度 CPU115瓦 大小和频率4.2和3.5G CPU81度 显卡是75度 2.2G左右的频率 停下CPU单烤显卡 还是在这个频率上下一点 打开抗拒尺 显卡频率2.4G 67度CPU单核可以跑到4.8G 先看一下你们最关心的黑神话悟空 1080P的高画质FSR打开的 操彩样式7数 平均61帧算是刚好可以玩的帧数 又改成了中画质的2K分辨率 其实画面变得更好了 我坐在面前非常有感 平均71帧算是可以流畅玩的帧数 它既然有256位显存未欢 我想试试看4K的低画质 好像也还可以 测试过程中 显卡和CPU的温度都在50几度 平均75帧 有点意思 最低帧数66 最高83 挺好 8G的显存占了7.4G也没问题 回到1080P的高画质 增生成用TSR 实际的在游戏里面跑两圈 帧数在670 操作感受完全没问题 2K低画质关掉增生成 差不多所有场景都给你们模拟了 可以玩 就无非是分辨率和画质的要求 TSR1080P最低画质 阴影没报 平均298帧 横比的阻挡图可以暂停视频看 略高于R15加3060Ti 永结无间的2K最低画质 抗拒齿和后期最高 100打几十帧 反正能玩 决定求生2K三级制的画质 这个游戏完全没问题 可以玩 我再挑战一下4K的分辨率 明显画面细腻很多 像这类游戏100帧左右就不推荐了 还是要100帧出头才好 不过确实帧数下降的比较少 就是了相对于2K 倒到2直接拉满到4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出头 魔术世界2K的十当画质 不是你们说的那些真实的战斗 反正你们做一个参考 这个帧数肯定算是可以玩了 4K的十当画质不行 只有100帧左右了 IPX英雄2K的最低画质 帧数在200帧左右 2077的帧数略高于我的预期 这车2K的超级画质 超采样平衡 我以为帧数会很低 结果73帧平均 这个帧数完全可以玩了 没问题 我才变态一下 用4K的中画质 毕竟256微显存位 一块还是要用起来 670帧比刚才帧数低一些 但是也可以玩了 平均66.47帧 没注意 超采样这回是自动 不过无所谓了 荒野大标课2 2K的分辨率 画质设置是下面的进度条 改成注重性了 平均69帧 对于3A大桌是可以玩的 居然有人问原神能不能玩 这已经是拉到了4K最高画质了 那么哪怕再复杂的场景 2K最高画质总是没问题的 英雄联盟4K的最高画质 帧数很高 其实这个游戏 英台的核显都能玩 而且高帧数和CPU的关系很大 很多人没有4K显示器 再来改成2K的分辨率 无以期限2K的最低画质 在这里13490F还是明显起作用的 帧数很好 拉满到4K的分辨率 帧数还提高了一些 好了够意思了 更多游戏呢我就不跑了 最后坦克世界的2K最高画质 100帧出头完全没问题 挑战一下4K的高画质 这是第三档画质 帧数在134是很好 这个显卡有点小意思 就在4K的分辨率下 它的表现同价位段的显卡 完全没得比 不过这个不能作为卖点 因为它的性能确实不能当作 一个4K分辨率的显卡 只能说是它的特点 它的性能应该更多的 2K分辨率和1080P上 刚才演示了很多游戏 有心有脑 可以确定它的兼容性是OK的 不会是英特尔显卡 才出来的时候 大家对它担心 到底能不能用的问题 没有 最大的优点还是在视频编辑上 游戏的表现算是白送的 第二个明显的优点是 在同价格上 它的性能是无敌的 当然更贵的显卡 比它更强 这很正常 然后把价格给你们说一遍 就今天演示的配置 i5-134-90F 32G内存 B760主板 1T的固态 小机箱 价格是4399 把CPU和主板再提高一档 用32G的DDR5的6000的内存 价格是555 这个配置算是小众人群 你们自己考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CPU有点过了 然后是三个非常性价比的版本 CPU用i3-12-100F 16G内存 500G固态 价格是3199 这个配置大多数普通游戏 和短视频编辑都没问题 短视频编辑对CPU要求很低 你们大不了再加一个机械硬盘 再加到32G内存 大的视频编辑也都没问题了 再把CPU提高到i5-12400F 价格是3490 这个CPU大多数普通用户都很够用了 然后再放余量到i5-13400F 并且是32G内存 价格是3999 硬盘没有上1T 否则就完美了 因为我得把价格硬压在3999 然后网店呢也会上各种不同的配置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需要调整机箱电源 内存硬盘 什么都可以直接联系 我们的网店客服就行了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做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做中文的中正电脑 就这样 拜拜